老师 叔叔 这个呀 是这里的招牌菜 您要不尝尝 我看看姚老师等等 大伯 坐 坐 坐 大伯 坐 你怎么突然来城里了 我来城里 看看我闺女 还顺便明天呢 去医院检查一下身体 您闺女也在城里啊 我 我没有闺女啊 您刚刚说你在看闺女 我说了吗 我没有 说了吗 大伯 您怎么没有闺女啊 老人家还开玩笑 又开不好 不知道的 总以为她故意的呢 我大伯她在城里 她当然有闺女了 她闺女就是我亲表妹 最近跟她公司去三亚玩了 你大伯的闺女 不应该是你堂妹吗 我记不清了 我亲戚少 从小在国外长大 分不了那么细 有什么问题吗 没问题 大伯 您刚才说要做身体检查 您怎么了 身体不舒服吗 没什么事 就是那个 那个 就查一查这 心肝脾肺肾 看看都正常吗 大伯 你不用担心我 吃菜吧 吃菜吧 一会儿菜凉了 来 来 来 这块给你 来 来 不行不行 大伯 我不能吃这个 我会胖 胖 嗯 那我吃 这味道真不错 对了 这个 是木木喜欢的特产 我就煮好了 直接就能吃 我给你带了一份 我想那木木喜欢 你也应该喜欢嘛 他化身不过敏了 大 大伯 怎么了 没什么 我想我们家木木的 他现在能在哪儿啊 吃没吃饭 穿那衣服够不够 我也不知道 大伯 您别担心他了 我前几天 刚跟他打过电话 他一切都好 那就好 那就好 我问你一件事 你们 拍戏 安全吗 我听说 剧组就 老有那个什么叫 潜 潜规则 大伯 您放心 只要自己截身自好 没那么多事 不是 那你们就 就拍下来 那个 那个什么 是不是都来真的 那就是 就像 抱抱啊 亲啊什么的 姚老师特别敬意 都来真的 我没问你 来来来来你吃菜 叔叔 这是枪 健康 大伯 嗯 您明天要上医院的话 一个人不太方便 要不我陪你去吧 陈墨 明天有通告多吗 多 不用 我自己去就行 我这么大人 我医院我还去不了 不不不 你要是不放心 明天我陪叔叔去吧 如果你还信任我的话 检查得跑上跑下 有时候还得拿好排队 叔叔这么大年龄 确实不太方便 杨老师你这么忙又走不开 如果你要去医院的话 说不定又引起什么骚乱 不用不用 不用那么麻烦了 你俩谁也不用去 我 我自己去就行 行 那就这么定了 你明天陪着去一趟 辛苦你了